那么萧氏皇族当中 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狼牙王照一直言吗 自然是有的 那人就是六皇子 萧楚河 他是狼牙王亲自培养的 北里有一个人 年纪轻轻 同样也是十三岁 就入了萧牙平静 很多人认为 他是未来兼任皇位的最佳人选 狼牙王入狱之后 据说 他独身一人在地上变了 连说了十三条狼牙王谋逆案的可疑之处 狼牙王死后 这位皇子仍四处奔波 力求发暗 可最终引来了寿命 被比数人并放轻重 什么人来杀你 我叫萧瑟 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 你不是也会公布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 一个小戏粉吧 我可不会武功 你不去帮忙吗 我又不会武功 那你可找错人了 我可不会武功 要传授武功 你传那个小行方 我又不会武功 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 在师父眼中 武功就这么重要 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 而不是雪落山羹的萧瑟 不良者 顾尖心 喂 你害怕 要求你自己去 拉着你个不会武功的人干涉 出手啊 你是会躲吗 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后 连自己的武器都踏不住 真是可非 我这双手 曾于杀掌之上斩杀敌将 也曾于庙堂之上五年龙龄 你看清楚吗 这一代的敌人 将会从他骂人中产生 可现在只是我说 连握紧跟棍子的力气都没 你认识的小楚河 会这样度过一生 我的过目 和我错之有 那你敢杀我 我不愿杀人 我不愿杀人 人却有伤 梁峰率以地 游子 凡人 我没有想起来 你记错了 也不是之前说过 要去闯江湖吗 好 那孤舅费你王位 夺你身份 你就去山间 就去那巢马 一辈子都不要跟我回来 他似乎变了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怎么 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 我都快想不起来 那个在学堂中 肆意忘围的少年兰 以前的角色 可是跟雷无锦很像 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坛 沿着跟人等三天三夜 最后还迎向一座城群 那个星星 不错 我乃萧射皇宗 本名萧楚河 你还想让我救你 想 但我不会求你 好风格啊 替我去当天启 告诉他们 我不回去了 我不回去了 但我从来不后悔 青云薄雾 总是上年行乐 不似秋瓜 好 只与黎人 招乱者 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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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去了